在台中有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運動時 突然失去呼吸心跳昏迷 這一旁的球友健壯衝上前進行CPR 運動中心為了感謝他展開巡人大戰 發現原來是一名消防弟兄 男子身體不適 突然在羽球場邊倒地 身邊有人受到驚嚇急忙呼救 第一時間有護理人員衝警察看 兩分鐘後救人消防員也上前關心 發現患者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著手連續按壓五分鐘CPR 等消防隊到場再接手協助患者送醫 當時自稱菜鳥消防員救完人就離開 超馬運動中心展開巡人大作戰 最後終於找到患者救命恩人 是任職於彰化皮頭消防隊的隊員 潘中緯 你很棒 真的很棒 運動中心人員專程前來頒發感謝狀 表示倒地的十四十多歲大學助理教授 也多虧消防員救命 目前人已經清醒 體型重瘦的他過去曾是救生員 十月份剛分發消防隊就職 沒想到上個月二十五號 到臺中超馬運動中心打羽球時 看見球友出現突發狀況 立刻發揮所長即可救援 是在健身房遇到就是剛好也有健身房的客人去 就是倒下也是偶卡 那當時是以為去做急救 那後來是因為這樣子才從救生員改成那個消防員就對了 就當時就覺得想要去多學習或是多做一些 消防員打羽球意外救援一命 也讓家屬只有甘心 這林一峰中華報導 大家cing到 這林一峰中華報導 帶護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